为了报复我 安阳侯设计引我入乎 我将计就计拿下房和地下攻势 不能杀 我刚得到三斤的资料 他是某特种部队的总教官 老安 还是换一种方式斗吧 这里牵扯的问题 比他得到铁三角支持还要深 这样说的话 三斤杀我完全没问题 是这个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是得从长计议 拿出个最稳妥的方案 蒙地抓捕梁冠军 是三斤掀起的反恐行动 那么他也可以针对我来一场反恐 对吗 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 但他并不在部队 而是待在外面混黑道 据我了解 特种部队的任何成员 都不具备这种特权 也就是说三斤不在编制内 但他依旧具备杀我的能力 可也只是把我撞到桥下 这意味着他不想杀我 安阳侯极度冷静 从细微之处慢慢推断 三斤不杀我 是盯上了我们的财富 那么问题来了 该不该杀他 如果他家里没有大树 死了也就死了 没错 没有伞的人 很快就会被遗忘 敢在订婚前 杀了他 有把握吗 有把握 三斤他必然清楚 我们的跨国生意 魔都零号阁楼还没撤 我想他很有兴趣 进去溜达溜达 乔青那里有一份资料 放在了零号阁楼 这本身就是我给三斤挖的坑 既然知道他的身份了 那就重新布置 魔都和风雅园 黄蕊浑身散发出强大的气势 江南 你的腿伤是不是好了 需要把另一条腿打断吗 苏凤怡 你是最实大体的 怎么也跟着胡闹 黄总 其实不怪我们 是三斤他 你是最在乎三斤的 怎么就不为他的身体着想 好吗 一天24小时 20个小时都跟你们在一起胡闹 合适吗 黄蕊的身份气势 完全碾压小凤凰四个人 黄总 那是我老公 想不想回港岛 我可以让人把你送过去 顺便把你拉进黑名单 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回来 你 你这样是欺人 说的没错 都回自己房间反省 反省不好不准吃晚饭 小花蕊 这样不合适吧 不合适 你都被榨干了 把我往哪放 以后得定规矩 1357是他们的 246都是我的 招啊 我的小宝贝说 他那里有一份资料 东西在零号阁楼的保险柜里 里面还有他们跟境外商人的交易资料等等 真的呀 你不意外吗 意外的屁 从抓乔青 到安阳侯救人心切 再到我推出乔青有秘密 步步为营 我肯定特想要这份东西 但进入零号阁楼很难 只有乔青能带我进去 从乔青被抓开时 他就在谋划顺水推舟了 玩的是真好 但稍微有点美中不足 男人的世界好可怕 你的意思是零号阁楼里的资料已经转移了 安阳侯要把你引过去下死守 资料还在 但下死守也是真的 那去不去 必须得去 安阳侯对零号阁楼充满信心 那我就去打掉他的信心 三斤 外面有人想见你 从帝都来的 七爷 帝都来人了 安阳侯的美中不足被捕上了 怎么说 找合适的人来要乔青 增加他对乔青的重视 从而完美不缺 我不了 一个在帝都 一个在帝都 距离几千里的西岩子比拼 十分钟后 人被带到院子里 老婆你怎么来了 哎呀 你最近说的太多了 有人 嘿嘿 那咱们就等没人的时候 听说你要跟唐英武订婚了 不想解释解释 老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懂 老婆你真好 跟我来 三斤带书锦来到卧室 几个女人都在 这是书锦 我的老师 书锦 书老的女儿 我是黄瑞 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一直都想见见你 没想到这么美 你是黄老家的公主 您才是公主呢 女人们聊起来 三斤借机离开 你能带我进零号阁楼对吗 乔青如遭大赦 连连点头 明珠湖 我要去的是零号阁楼 没错 零号阁楼在明珠湖下面 好心机 你他妈见不见 跟谁不好飞得跟安阳侯 打 打我干嘛 我他妈就不是喜欢动脑子的人 安阳侯飞逼我斗志 我不打你打谁 二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零号阁楼 巨大的铁门封住了巨路 我喜欢这里 跟我走 去哪呀 秦妹妹 你不是想要找侯爷 跟境外人来往的资料吗 我带你去哪 拿到有用吗 放我出去吧 我知道这门一旦关上 根本就跑不出去 谈谈条件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让你死呢 你这就没有诚意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带我出去 我会考虑恢复你自由 第二 我把你干掉 让你用死亡祭奠自己的爱情 你哪来的最信 真当这里没人 下一秒几只合金箭矢射了过来 三斤闪生扣动三斤 瞬间清空弹夹 弹掉几个保镖 三斤跑到控制室 初始版本 不管是军事还是准军事设施 必然会安装一套特殊的系统 用于销毁来不及撤走的秘密文件 搞定 自毁系统启动 倒计时十分钟 自毁系统 夸臭 快点撤离 本来没什么人的大厅 听到警报都争先恐吓地往外逃 哈哈 想关门打狗 老子就启动自毁程序 我倒要看看有几个不害怕的 大门属于独立系统 可以从内部单独打开 自毁到计时三分钟 该回家吃饭了 三斤又一番操作 将自毁系统关闭 危险解除 从现在开始 这里只有老子能进入了 当三斤出现在湖边的时候 乔青这才意识到上当了 杀了他 清清 这个地下房和设施太棒了 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我决定放你回去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就是电脑里做个程序吗 我随手都能写出十个八个自毁程序 全都比这高级 我原以为林朝阳 梁冠军是好人 没想到安阳侯 直接送我个房和地下公事 不愧是大佬啊 你真的肯放我走 当然了 我只是担心安阳侯 把气撒到你身上 不劳费心 回到和风雅园 三斤找到书记 老婆 你不远千里 从帝都赶来 有事就说 以咱们的关系 没必要藏着野者 安阳侯托人找到我们家 想让你把乔青放了 你也该清楚 他本来就是院里的 所以这个是没法推辞 人我已经放了 不过出车祸了 也不知是死是活 嗯 出车祸了 对 我安排的 也挺好 我亲自跟安阳侯解释吧 老安 乔青带我去林浩阁楼了 原来那是地下房和公事 这份人情我三斤无以后报 所以干脆就不报了 还有个事 乔青出车祸了 不知道是死是活 你派个人看着他吧 我有个问题 不明白 智慧系统采取了16层加密 你是怎么破译的 嘿嘿 小的时候我就是计算机天才 人称IT小金刚 如果不是走上黑道的话 就走上黑客的道路 这就挂了 真没耐心 我这次来还有个事 什么事 我父亲想见你 哦